就這兩個其實也可以不要 如果不要當然會壞掉 因為它一定是取用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起來 其實可以乾脆就放到這邊這個F12裡面 等於是把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蓋過去其實打個勾 這樣也OK 這邊結合拿掉 Small的話也是一樣 你就把它複製 一樣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G2裡面 把這個G2蓋過去 這樣的話打勾就可以看到最後的公式 如果你這兩個不要 刪掉 其實也不會影響 所以這個就最後的公式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邊用Ludge的方式 那這樣子 那接下來一樣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VBA 所以你想說 是不是也是一樣 拖拉過來 Ctrl鍵按住 然後VBA 如果說我要VBA的部分 這個就把它Delete掉 如果用剛剛類似的方法 再加 所以一樣切過來 那把這個複製過去 所以第一個先找到你專案的位置 專案的話是009 按右鍵 一樣喔 特別注意 你只要每一個個別的 這個Excel檔案 工作部 你就要獨立自己本身的模組 你不能說我放另外 不行你如果 放別的那邊 你到時候存檔你的VBA會存到別人家裡面去 存到別的檔 所以下一次你開自己檔案 奇怪 我明明 所以之前有同學 很多就問我 老師我為什麼我之前寫的東西 VBA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其實也不是莫名其妙消失 因為 你應該有可能是吧 你沒有看清楚你現在的檔案 其實檔案名稱就是專案名稱 那你可能就 沒有插入模組 你就寫 寫可能寫到別的檔案的模組裡面 那會造成你下一次開會找不到 OK 可能 會有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個每一個專案都會有每一個 個別的模組 你千萬記得不要放錯位置 另外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把什麼 把剛剛的程式 假設我這邊可以用這個來改 苗栗總數 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貼到這個 前後三名 如果今天要改什麼 改類似 OK 那這邊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邊我把名稱改一下 再來的話你想說 老師那我照改好了 這個地方怎麼照改 一樣 二到最下 這個OK if 前面 特別重要 if的地方 他的條件什麼 if 應該是b欄裡面 而且不是公知 不是前面 不是筆字 所以不用laps 所以呢 怎麼樣 這個 B欄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要大於 等於 什麼呢 這個 大於 等於 第三 排第三的工資 問題來了 排第3的工資在哪裡 沒有 還有呢 倒數第3 所以 排倒數第3的 所以後面 或者 或者 或者應該是這個 把這個改過來 或者 然後 應該什麼 剛剛是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有沒有 這後面應該是倒數第3的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所以呢 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一個來源 當然你可以講說 不然我就偷偷丟兩個 有沒有 我就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先丟在某一個地方上 比如說我就偷偷的丟在哪裡 丟在 這邊 這兩個 有點類似像剛剛這樣 有點像我把back回來 有點像這邊 先產生這兩個 然後呢 比如說這個是F2 然後放這個公式 這個是G2 放這個公式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先 如果是固定位置的話呢 那我就不用跑回圈 那我就直接先產生 產生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range 其實不用sales也可以 Range 因為我們不是跑回圈 所以直接指定F2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等於某個公式 就把剛剛那個 那個公式丟過來 然後另外的話 再把那個G4 所以這個把它改一下 這兩個 G2 然後所以把這個公式 Ludge 直接怎麼樣呢 就 貼到這個 這個裡面來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就動態的把這個東西丟過來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把small 這個公式呢 就丟到 這個G2裡面來 這樣子 OK 那這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只要 就把這個 這個就是 用這個來代替 大於等於什麼 Range的 F2 有沒有 然後這邊 後面這個的話 那就是G2 所以這邊把這個G2放過來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OK 其實 這個方法有點取笑 但是能不能做出來可以 OK 我們把它試一下 如果我這邊 這邊 假設我跑給各位看 這邊 它會多出一些東西 比如說 輸出這個 把公式丟到F2 把公式丟到G2 然後就跑 跑的話呢 就是 累加嘛 我這邊 先把它delete掉 然後 後面它改什麼 如果 這個裡面的值 大於這個 那就幫我累加 累加哪個一樣 累加B 最後把這個Sum丟到哪 丟到D2 S一樣 OK 所以 它 第一個是不是 不知道 應該不是 第二個也不是 第三個也不是 第四個就是了 累加 所以Sum 已經是加一個 3萬多 當然最後它全部跑完 我們來 全部跑完 把結果呢有 20 應該是20萬 6500 把最後結果丟到這邊來 OK 結果會不會跟剛剛的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 這邊好像多兩個這東西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 在這個做完之後 你可以 假設你不希望讓別人知道 你可以 把這兩個東西 最後怎麼樣 把它清掉就好了 裡面 要不就是塞個空的給他 有沒有 就恢復 這個就把它 塞空的 有沒有 這樣撕一下 如果把它清掉 再跑一下 最後 丟去 這個就丟掉 有沒有 這樣 可不可以 其實是也是可以的 OK 而且你省掉一個麻煩 那你想說老師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呢 用那個 VBA裡面的Large 跟VBA裡面的Small 問題來了 因為 VBA裡面呢 它沒有像Large 這麼好用的 函數 所以呢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 Exale裡面剛好有 那我剛好 我就直接 取用它 用它的 結果 來做我要用的這個判斷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不過呢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乾脆直接 怎麼樣 這個方法有點取巧 就是我丟公司到這邊 然後得到的結果 我再把它加到我的判斷式裡面 另外一個乾脆 如果我在VBA裡面 有沒有辦法乾脆直接存取 那個Exale裡面的函數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就不用這個方法啦 怎麼做 特別重要 如果你方法一 不OK的話 那你可以 把這個 假設我今天這個 先註解掉 我習慣 按右鍵 這邊按右鍵有個編輯 把這兩行 先註解掉 因為我不要暫時先不要刪好了 我先把它保留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我要怎麼去取用什麼 取用那個Exale裡面的函數 幫我做出 Large跟Small 但有一點 這個地方就 可能稍微有點麻煩喔 如果你要取用 那個Exale裡面的函數的話 比如說有點像類似這裡面的函數 那它一定要需要調用一個物件 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實際上指的是Exale Exale裡面的 Function 所以點 你就打一個W 它叫做Application點 叫W W Worksheet function 有沒有看到 就這一個 但是呢 它的那個 是 單字很長啦 我建議你就先打Application點 如果有清單 表示你也沒拼錯 然後 再打那個 Worksheet function 這個點兩下 那裡面的話 就會有所有的 Exale裡面的函數 其中有一個叫Large 那你可以從這邊 去DownLarge 做什麼呢 去算一下 這個範圍裡面 排第3個 是 哪一個 那特別注意 你刮壺裡面 那個用法跟在Exale 有點不一樣 如果在Exale裡面是 給它一個什麼 B2 冒號 B10 的寫法 可是在VBA 你不能直接寫這樣 你要用一個物件 叫Range 如果是範圍的話 記得用Range 或儲存格也是一樣 然後呢 這邊 這樣寫就OK 就是 再把這個B2到B10 放到這個 這個Range裡面 那 逗點是排第幾 排第3 就輸入3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你要調用什麼 調用那個 在VBA裡面 調用Large函數 你必須要寫成這樣子 才是合法的 OK 那當然同理可證 Small的部分 這個太長了 先加個底線 偶爾後面加一個空白加一個底線 Enter 把他Table一下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怎麼寫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Application Walkship function 那只要把這邊複製 貼到這邊來 這邊的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Small OK Small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 大功告成 只是說這邊 如果你在 VBA裡面要調用什麼 調用那個 Excel裡面 的函數的話 就要寫成這樣 當然 現在變得很長 不過至少是一個 不錯的方法 好處就是以後如果 你在VBA裡面找不到 更好的 函數的話 那你這樣的方法一定保證 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 因為變成說 你以前的公式 Excel裡面的函數 通通可以在VBA裡面被使用 但缺點就是說 他前面要多 這麼長這個 Application的Walkship function 但是 你也不用特別背 因為我都記 Application這個一定要 然後面這個的話 就是用點的就可以 點 如果你Application沒打錯 你再記 Walkship function 我選擇就記W 我大概就記前面 然後面的話用選的 再把它點兩下 那再點 這邊就會出現Ludge 所以你就Ludge 然後再把Ludge的部分 重做過 這樣子就OK了 然後 最後試一下 這個理論上應該 就 沒問題 不過還是試一下 比較保險 最後的話呢 把它Run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那應該就是可以過關了 最後 出來了 有沒有OK 也是 20萬 6500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 那我應該在雲端上也有放那個 對應的 程式在這裡 有沒有這個 Application .Walkship function 一模一樣的程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我剛剛有用兩個方法 OK 等我一下